虚拟眼镜发明之后 警察们迎来了曙光 只要戴上眼镜 他们就能随时查看凶案现场 但这只相当于视频回放 不能和里面的人产生互动 可这天卢克在里面调查一个溺死女人时 突然一道电流闪过 下一秒 意外摔死20年的妻子 净出现在了虚拟空间中 卢克赶紧追了上去 经过一番交流后 妻子朱莉由最初的震惊慢慢平静 而卢克也得知 两天的时间是同步的 现在距离朱莉死亡还剩下5天 他当即决定要改变历史救下朱莉 而这时 朱莉突然惊恐地发现 卢克给自己的死亡现场图片 死去的自己手上莫名多出一个珍珠戒指 他肯定戒指绝对不是自己的 卢克瞬间意识到 朱莉是被谋杀的 而刚刚自己调查的女士手上也有戒指 他和妻子约好见面的时间 立刻退了出去 开始重新调查朱莉当年的意外死亡 很快他发现 从妻子遇害到现在 有四起遇害者的手上都有珍珠戒指 在其中一个戒指上还发现了指纹 可指纹却不在数据库中 而这时好兄弟内森惊讶的发现 其中一个受害者本次名近视法官 他死前被人看见进入了一辆汽车 目击者还看见车里有拳击手套 这说明凶手很可能练过拳击 但线索仅此而已 几人正焦头烂额时 上司提醒他们 受害者们死前均没有挣扎的迹象 说明他们肯定都认识凶手 现在只要找出四名死者的共同联系人即可 但其他几名死者的社会关系很复杂 卢克于是立刻进入虚拟空间找到了朱莉 询问近期是否有人经常接近他 朱莉沉思片刻后突然想起 法官奥萨特这几天经常来找自己 想要和他约会 甚至还躲过电梯 但都被自己拒绝了 以前怕卢克误会朱莉便一直没有告诉他 卢克突然想到奥萨特作为法官 他肯定也认识死者本四名 卢克赶紧回到现实 告诉了同伴们这一情况 现在四名死者至少有两名奥萨特都认识 距离当年朱莉死亡还有两天 卢克只能请求他们 相信自己一次 奥萨特肯定是凶手 而且从心里上 他肯定受不了女性的拒绝 有一定的作案可能 最终两人同意帮他 但是奥萨特是法官肯定不能直接代表 卢克于是要两人去监视对方 而他自己则到了他的办公室 支开奥萨特的秘书 他仔细翻看奥萨特在极起命案时的形成 但片刻后他失望了 奥萨特不是在出差就是去做演讲 这说明他不是凶手 但卢克还是不死心 他开始跟踪奥萨特 希望能发现其他现存 可在跟踪时 他遇到了内森的法官妻子弗洛 卢克于是询问他 奥萨特是否喜欢过本思敏 弗洛直接否认了 奥萨特作为花花公子 虽然风流但不下流 反倒是自己的丈夫内森和本思敏 曾经一段时间很亲热 但事后内森向他解释两人只是同时 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卢克心中突然有了一个可怕的猜想 他赶紧回到警局 进入当年朱莉的虚拟死亡现场 当时办案的正是内森 这时卢克才发现 内森勘察现场时没戴手套 而且只是随便看了一眼 就断定朱莉是意外死亡 卢克开始怀疑内森 而且二十年前内森也喜欢过朱莉 但是最后朱莉选择了自己 而最近死亡案件沙滩上的爱心字母 正是内森的首字母缩起 现在一切都指向内森可能才是凶手 卢克一气之下 直接半夜找到了内森家 质问他是不是凶手 为什么要欺骗自己说不认识本思敏 内森见卢克竟然开始怀疑自己 也非常生气 两人作为二十年的好兄弟 自己绝对不会做这种事 而自己说不认识本思敏 只是想掩饰这个丑物 不被妻子发现 但卢克现在已经不相信内森 他直接驾车来到警局 进入虚拟空间 想告诉朱莉内森是凶手 可朱莉那边却遇到了麻烦 二十年前时空的短发 卢克跟踪朱莉 他根本不相信朱莉是和二十年后的自己对方 他以为朱莉外面有人了 两人在沙滩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朱莉一气之下就离开了 一想到自己还有一天就要死了 他很烦躁和无助 而这时 二十年前的内森正好开车跟上了他 你快走 快走 还有个人一样 至吗 能若回答 supplies 告诉朱莉 不仅不合作 所以物质 stos